大家好,我是曹哥 今天用普通的茄子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 这种做法简单易学 是一道家乡的下方菜 如果你按照我这个方法做出来 家里来的客人一上桌就是一道答应菜 而且不过油不操水 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 吃起来远难入味 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怎样做的 首先我们要准备几个本地的茄子 放到大一点的盆里面 再加入一勺普通的面粉 一小勺食用盐 倒满一小碗清水 把茄子给它清洗一下 因为今天这道菜是不削皮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能将茄子的外皮清洗得非常的干净 茄子全部清洗干净以后把它拿出来 放到另外一个盆里面 再一次倒满一大碗清水 把茄子彻底给它清洗个两三遍 这样清洗过的茄子我们吃起来也放心 因为茄子在生成的时候难免有灰尘和杂质 难免会打过冷藥 所以这一步是省不了的 茄子全部清洗干净之后放到案板上 然后硬刀把茄子的粑切掉不要 全部切好之后再对半切开 然后把茄子切成两公分的条 切两公分就可以了 也不要切得太厚 调切好之后再改刀切成小方块 小方块也切成两公分的厚片就可以 茄子全部切好之后倒入大碾的碗中 接下来往茄子里面加入一点白醋 加入了白醋能防止茄子养发变黑 再倒满一大碗清水 没过茄子就可以了 我们再下手给它抓拌一下 抓拌均匀 把茄子给它浸泡20分钟左右 20分钟时间到了 我们再一次将它清洗一下 混水拿出来放到另外一个大碗里面 接着我们来腌制一下茄子 往茄子里面加入一大勺食用盐 然后把茄子给它抓拌一下 抓拌均匀 让每一块小茄子都裹满着食用盐 这样腌出来的茄子吃起来也非常的脆嫩 抓拌均匀再次腌制20分钟 趁这个时间我们来切点五花肉 我们把五花肉切成薄片 片我们不要切得太厚 切薄一点 再改刀切成小块 如果家里没有五花肉 也可以放猪油 五花肉切好之后 遭入大年的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拍一点大蒜 拍个六七八粒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块生姜 也把它拍碎 这样拍一拍蒜香味更加的冷遇 然后改刀剁成蒜末和姜末 全部切好之后 倒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把小葱 将它葱叶和葱白分开切 把葱白也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和姜末放在一起 葱叶把它切成葱段 切好之后也倒入碗中备用 接着我们准备一个红椒 用手轻轻地按一下 把它的籽去掉不要 青椒同样也将它去紫 全部去掉之后 改刀将它对半切开 然后把青椒切成条 大概1.5公分 再改刀切成小块 青椒切好之后 倒入碗中备用 红椒也把它切成条 再改刀切成小块 红椒切好之后 和青椒放在一起 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 加入一勺生抽 一小勺食用盐 一小勺白糖 少量的胡椒粉 一勺蚝油提鲜 少量的鸡精 再倒满一小碗清水 然后用勺子将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先放一旁备用 这个时候我们的茄子也腌制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腌出好多的水分 然后给它抓拌一下 抓拌均匀 再倒满一大碗清水 将茄子给它清洗一下 把茄子蒸的盐水给它清洗掉 清洗干净之后 将它困水捞出来 捞出来以后 直接放到纱布里面 然后把纱布给它包起来 好多人做茄子的时候 都是焯水或者是油炸 那样吃的茄子非常的油腻 我们用纱布 把茄子蒸的水分给它挤干 这样炒茄子的时候 就不会吸油了 而且吃起来也非常的鲜嫩 这也是饭店不外传的小技巧 如果大家学会了 你也能做出非常好吃的茄子 看一下挤出了这么多的水分 然后把茄子放到大碗中 这样炒出来的茄子不油腻 而且非常的脆嫩 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起锅加入少量的适应油 油液之后 把五花肉放入锅中 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均匀 炒出多余的油质 朋友们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炒个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动动凌发菜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呗 炒香以后 把姜桑末放入锅中 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均匀 炒出蒜香味 炒香以后把茄子放入锅中 炒茄子的时候 我们要开大火快速的翻炒 开大火炒出来的茄子就非常的香了 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样炒出来的茄子就不吸油了 然后把调好的料汁也加进来 快速的将它翻炒均匀 让所有的调料 渗透到茄子里面 这样茄子就非常的入味了 翻炒均匀之后把青红椒也加进来 继续开大火快速的翻炒一下 翻炒均匀 然后把葱段也加进来 继续开大火翻炒个六七八下 差不多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翻炒出来的茄子鲜嫩好吃 不吸油 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 然后将它装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 就一道简单又好吃的加汤茄子 就这样做好了 做法简单一学 吃起来也非常的美味 如果有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关注留言